就是這個邊界啦 過去的西班牙啦 這個教堂裡面 教堂超大的 然後剛剛就是有碰到一個就是 兩個美國人 然後他們是就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從哪邊來的 我跟他說我是從那個台灣過來 然後我說你知道台灣嗎 我說台灣蠻小的 其實還蠻多人不知道台灣 因為兩個美國弟弟 就跟我說怎麼可能不知道啊 其實台灣就用了一些具有民主啊 還有一些你們想要的這個權利 然後在在國際上面爭取 說台灣才能幫忙 剛吃完早餐準備出發了 昨天住的地方啊 你要開始走啦 往這個下面走 這種景色那是很驚人耶 往上走啊 跟著指標走就對了 哇牛是怎樣 是 是館長那邊是不是 超壯的 是有在館長那邊練是不是 這半山腰了 超漂亮的 其實這邊就是 從那個SJPP那邊開始 就往那個便宜的之山那邊走 就是 今天的爬山的人啊 基本上都是感覺就是 六十幾歲以上的一些 歐洲阿伯跟那個阿姨 所以 他們這個意地真的超強的 給他們大拇指 走了一陣子啊 然後就是前面差不多在12K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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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一個那個庇護所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讓人家休息的地方 然後喝一下咖啡 只是我應該沒有要繼續喝吧 因為我今天那個那個背包客棧 它是在了一個山的另外一邊 所以想說那就慢慢走 還不錯吧 就是像是那些小石頭啊 就是像他們就是 走CAMINO這邊 可能就因為身體的狀況 然後 不幸離世在這邊 所以都有一些小石頭啊 然後上面一些 墓碑啊 在那邊 所以這些都是朝政者的一些前輩 所以這些都是朝政者的一些前輩 然後一半這邊都有休息在啊 然後一半這邊都有休息在啊 然後這邊的全部的那個 歐洲的那些阿伯們 都來這邊休息 阿伯他們走路很快 你不要看他們阿伯 真的超快的 然後這邊也要 楊歐 還有765K啊 前面就是那個法國跟那個西班牙的邊界 這邊就是邊界啦 現在正面裝一下水 反正水快沒了 超渴 就是這個邊界啦 過去的西班牙啦 過去的西班牙啦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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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剛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我就在那邊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發生了一個小趣味的事情 就是阿 因為這一次阿 就是不是來的人阿 就是 他不是在那個辦公室那邊 會有一個每一年每一年會來這個CAMINO的這個人數 然後就其實第一大眾是韓國人 所以我剛剛在那個吃東西的地方阿 然後 那個那邊的那個賣東西的那個大哥阿 就跟我講幾句韓文 他我想說 我長得像韓國人嗎 完全不像阿 就是 所以我像 就是東南亞那還OK 因為想說跟韓國人是長得太不像了吧 然後再加上 我在講第二個就是 很妙的故事 因為其實我走這段路的話 就是多半都是一個人先走 因為每個人腳趁不大一樣 然後剛剛就是有碰到一個就是 兩個美國人 然後他們是就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從哪邊來的 我跟他說我是從那個台灣過來 然後我說你知道台灣嗎 我說台灣蠻小的 就是還蠻多人不知道台灣 然後就把那兩個美國人 然後就跟我 兩個美國弟弟 就跟我說 怎麼可能不知道阿 就是非常的知道阿 他說你們就是台灣就為了一些自由民主阿 還有一些你們想要的這個權利 然後在在國際上面爭取 我聽到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因為我們台灣在那個政治裡面 在國家的這個國際裡面 其實算是蠻弱勢的 除了就之前就是台灣 有做了一整系列 就是說台灣可以幫忙 所以就沒有想到那美國那兩個 弟弟都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兩個真的太愛聊天了 就是一直問我說 我從那邊來阿 機票多少阿 然後就是從哪邊走阿 什麼之類的 一路上我看我們就是 就是時速阿 就是差不多一公里 反正就是走很慢就對了 因為他們就是很愛聊天 一直聊一直聊 然後就馬就是問 問到什麼感情事都來 然後最後面我覺得我真的是 沒辦法再聊 因為 因為在山上那邊 在那個畢林 我是在 就是天氣變化一下子來就來 所以根本就是突然就下一個大雨 然後我就跟他就穿穿雨衣 我跟他說那我先走好了 那我們就是 在Upgate 我們就在相認 然後再聊天好了 然後他們才走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我說那你喜歡喝珍珠奶茶 那你剛好不來台灣阿 然後那個胖胖那個 他就跟我說 他一直想去 可是他不知道就是台灣 就是轉機啊 有點麻煩 所以他說他們從來就沒有去過亞洲 然後他們說有機會 他們想來台灣 我說如果有來台灣的話 就是 就是我可以來就是來找你們 當你們當義陪 他說OK阿 可以阿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比較瘦的那個 他就跟我說 可是去亞洲很貴耶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台幣一萬三左右 他說怎麼可能 這麼便宜阿 怎麼可能 我說 就是這麼可能 就是一萬三 而且這次的機票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是很早就開始訂了 每天都在看那個機票的票價 所以就被我訂到就滿便宜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來的話 就是我覺得可以去每天看一下票價 好啦 我想跟大家分享小故事 就要這樣子啦 走這一段 那是我覺得木青來 走過來就是最舒服的一段 很舒服 一陣子 然後有一個小小間的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小小間的庇護所 不是庇護所 亂講 休息的地方 大家都在這邊休息一下 只有燻燒的那個木材 走吧出去了 終於到了 今天睡在這個教堂裡面 教堂超大的 然後那個庇護所在裡面 我們去看 超熱現在 這邊真的會迷路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就有點迷路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地方可以進來 就它是要穿越這邊 有沒有 Albergate 就是住宿地方 就穿過這個城堡 然後過去就才會看到 來喔 來看一下這多大 1 2 3 你看 大不大間 走進去裡面就是 報到 然後往這邊走 因為我是在二樓 二樓在哪 那是前面吧 這邊有很多標誌 就是關於就是 東西要不要被幹走啊 就是 因為這邊好像是不是很容易 被拖走 你看 小心啊 這座的頭啊 我的床位在220 這超大床 這223 那我會在哪 226 然後往外面看是這樣子啊 超大的熱教堂 這超大的 你看 它是說還是出二樓啊 可是它根本就是三樓好不好 大不大間 上面還有個鐘喔 然後拿到這個Ticket 準備去吃東西了 然後會發這個 讓你Pull在床上 到了 220 在上面啊 這四樓房子 看到 在上面啊 這四樓房子 看到 對 剛剛那個洗衣服的阿姨啊 真的很可愛耶 然後他就幫我全部用一用了 用好了之後啊 然後他就幫我帶我 就來到那個洗衣服的地方 你看這邊洗衣服 洗好就可以直接 烘了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了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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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